HELLO 大家好,今天要玩這個史詩戰役幻想 就是這個 EPIC 5 之前打到BOSS不夠打,我們今天再打 我之前也試過史詩是完全打不到的,因為實在太難打了 所以我為了打,我沒有辦法要轉做簡單 其實我自己覺得如果真的要調難度,不如調到最容易 因為難度的話,其實也不會太難,但一定要2個史詩,因為史詩的傷害太高,血量太高 但如果你調得困難的話,又可以調下一點,好像都不錯 我自己都這樣想,零難度可以給大家看看有幾零難度,我都可以先清潔 來了,是不是看到了,70萬血 非常容易打,其實不用怎麼想都能打到 你看到他無緣無故打,都能打贏,為什麼 他應該是抗性問題,你看到他抗性全部100 100的意思是打中他也不會扣,不會吸血 先看看,下某個技能去撞,我看看 賦予戰術,大概知道了,這裡要自己先加攻 加魔攻給自己 然後就開盾給自己 我看過人打,每個人都這樣打 之後再開一招難施的範圍盾 這個是打最難的難度的做法 你看到打很少,只有4000多,如果不是打這個難度 是說 差不多接近1萬多萬一下,他現在怕火 我現在就用這個火球打 看到20萬,已經打到一大半了 差不多一大半了 我這裡就拿了一隻火 877 這隻藍絲多少,這隻藍絲也有1000 這個是單體魔法 元素射擊,應該是魔法 這樣的話 哇 嗯 平常可以照樣放 對 藍絲打了60000,你就知道傷害多厲害 好命貓都可以用一用 其實用什麼無所謂 又用回血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用Handcore也可以 用Handcore也可以 因為到下一關,下一隻都太容易打了 就算打爆,你看 30萬已經打到 已經差不多打完了 還有那些藍絲真的很低 你看 廢得不得了 好了 現在他還是怕火 我們就可以 看看 直接噴火,他應該會死 你看 很簡單 這很簡單 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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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打這個最後 因為我全部都鑑定了 因為我打了很多次 不是 應該是說我鑑定的時候是最簡單 我鑑定之後就馬上離開 現在怎麼打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個狗命貓 我自己做了狗命貓 然後現在他有 不是 神經病 用錯了 這裡應該要開急速 維京石板 我記錯了 我以為是狗命貓開回 這個CD回合 現在沒有 我們就開急速 然後這裡開招極限 就是超新星 這下超新星 對他那些小的觸手 是非常痛的 這下有機會是打到那隻大顆吞噬者 是剩下 剩下200萬血左右 或者更多 我們看看這招 這招超厲害 這招 我靠這招技都打不到最難的角色 對 差一點 可能因為沒有用到爆擊 因為他 他會怕他會中爆擊 所以我這裡虧了 虧了一張 但不要緊 這裡我們就用這個 光明主 有沒有用 其實都不用怎麼想 老實說 真的不用怎麼想 因為這個難度太容易玩 不是另一個難度 另一個難度就難打很多 他怕暗 暗好像有 光暗 我沒有暗嗎 好像是 爆 好了我用光 光 光 雖然都是爭 但只有5萬不是很多 沒有命貓就用暗技打 5萬6也不是很多 你看 超厲害的 然後他反傷都打了7萬 再刺2萬 這裡還要自己加上急速 他現在怕暗 如果可以的話 我用暗打也可以 用暗打 一下炸下去 9萬 然後再噴多一下 或者用光打也可以 我想到了 用了難試 先讓他怕 風元素降低 先讓他震驚 100%震驚的招 先讓他震驚 然後我們再用神聖 審判 來 20萬 還有震驚的話 我們 無所謂 其實這裡驗了也無所謂 我們驗了也無所謂 先讓狂暴他試試 希望他知道後果會如何 他開大技 開大技 開大技 不要緊 如果他開大技的話 這裡應該所有人都會死 但不要緊 我們有復活 不是他 我們叫Honor上場 Honor這個防 因為他有防 有復活 這裡怕光 我們就 他現在中了什麼 變重 Honor 我們照用這招 六萬多 Honor就不用再用了 不知道用什麼 這個防禦 這招就是必殺技 我不知道簡單的 小的威力是多少 但應該可能是必死的 這裡必死 但不要緊 我放了重生 如果這個是最困難的難度 全部死了 這個時候我們再開 我們先換藍絲 拿出來 因為他現在沒有了 震驚 震驚 所以我要幫他上震驚 震驚得招 不要緊 這裡有震驚 這招震驚 炸他 這招震驚 我們再開一招超新星 打下去 Honor也選了兵 OK 非常好 今晚沒有什麼貓 就開多重之餘 回來了 所有人 這裡再開超新星 黑洞都可以 黑洞 黑洞都可以 但用完之後會死 他說施術者會戰鬥不能 所以我們就用超新星 或者用暗也可以 其實 不要用超新星 開錯技 開了神聖 對嗎 對 開了神聖 全體復活的招技 不要緊 都可以 因為他也是黑著他 來了 這招技我印象中 我打最高難度 起碼一片 片了4-5萬 對 如果你沒有加防 沒有重新 死了 又是死了 也是那句 好 這個時候我們給他辣椒 給他 對 給他辣椒 這裡先過了 我還是想過了 過了才算 好 這裡就 再爆我 中間還要震驚就可以了 其餘不用 無所謂 超新星 這隻超新星起碼都是打 40萬左右 中間應該打30-40萬左右 差不多 30萬 35萬 已經清掉他的手 來了 他有處理 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很多蟲 整堆 所以他打不死我們 打死我們也無所謂 我們出些輸出手 出來打 看看 拍光和拍暗 沒有 有 只有 只能打他 我沒有暗技 恩 安娜 安娜沒有技能打呢 不知道 安娜好像沒有傷害 安娜有光箭 用光箭也可以 可以 拿錯 衰弱 暗元素傷害提高 可以 我們就馬上炸下去 8萬 就快死了 等等 這個時候我們又開加防 還是怎樣 開服 給安娜 這樣他就會開大技打 還是切那招 其餘的招 有另一個人玩弄我的模擬是從另一個次元來 只要一個你們的保衛者才是真正的亂緣 真正自無我的夢魘 只要一個玩弄病態去測試玩那些機能相信他 我覺得這招是這樣 帶我們進來這裡 是不是這樣的技能 黑色是什麼 咦 這隻出來了 真正 我們的難合力還解冰 還震驚 咦 又上震驚他死硬了 黑色是什麼 剷除 地球已被剷除 玩家所受的傷害會每回合遞增 無所謂 即是說這個時段我一定要殺死 如果打不死我就死 就是這麼簡單 炸 7萬多也不是很多 再炸 這隻 3萬多 我們什麼技都丟出去就對了 N call給那塔 毒不行 地面是 也不是太好 蘭絲 阿蘭絲沒有什麼 沒有震驚技 這樣的話我們唯有用 用火技 打不死 這隻 不要緊 這隻應該打死 剛剛好 差40萬 外太空 這隻手我沒什麼所謂 還是生出來 這個難度我真的 真的容易打 但最高的難度我真的 玩很久都玩不行 我起碼玩過 差不多十次 計算直播打的時候 射吧 也打到很多 八萬 也打得出 也不錯 輸出 先加上魔攻 先加上魔攻 然後可以放這個 吸速石板 然後拿塔再用火技打 還是用光呢 用光技打 差不多死 13萬 接著我這裡就換馬特 出去打 馬特大技這一招的 珠神王法不好 覺醒之力 OK OK 他再流血真力傷害倒尿塔 OK 接著我們做的就是 這招光性元素魔法 魔攻很低 這招是暗物理傷 暗物理傷好像穩陣獠 暗物理傷 打死他 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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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這樣就完結了 OK 但是如果玩最高難度 30分鐘左右給大家贏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完結 因為我沒有試過打這個劇情 出回地球 好 拯救世界 那場戰帝已經為我拖延時間 我已經找到王利夢高次元傳送的方法 已經控制了你們螢幕上的像術 做了你們喇叭的聲音 向你們的世界傳送我的資料 我會隱藏在你們的宇宙背景輻射當中 在你們暗能量的混亂當中 總有一天 量子元就會重新組合我的資料 然後我們最後會相見 完結了 這個應該就是他的結局 於是地球終於從吞噬者的邪惡觸手中拯救 宇宙石壁的任賣失敗 並且無法收到新的命令下關閉了 隨著他們危險的輻射從空中消失 野獸和人類終於可以送一口氣 並且打了足足好幾天的戰爭也終於結束 主角亦都逐漸找回以前冒險的經歷記憶 幾年的經驗和友情 逐漸回到他們之間 由於空虛 虛空不再被吞噬者控制 被剷除的訊息亦都從宇宙的垃圾桶 逐漸恢復 被關閉的模擬程序的記憶 通過夢和啟示回來 馬特和巫隊貓繼續掃蕩地老沉覓這個寶藏 並且逐漸停止從NPC偷視行為 拿塔尼嚴厲的道德官兵他們 執行任務上更有道德操守 他可以看到馬特直至變得更認真 而馬特也盡他所能不美的失望 即使過程並不順利 隨著世界和平的到來 他們開始有很多時間互相陪伴 就像他們冒險史詩的開頭 拿塔尼更願意定下來安居樂業 但他以為馬特還需要紀念時間才會變得更成熟 直到那一天他們進行了少許冒險 直到最終修成正果 安娜的父母認為既然安娜已經成長到足以拯救世界 他們都可以自己居住 於是他們把他趕出門口 安娜買了一塊小塊附帶簡單房屋的地 並且送出在裡面塞滿了各種各樣的植物 房間變得潮濕發霉 卻搶出無無從 安娜的建議也不會放懸 安娜的建議也不會放懸 阿塔尼大學畢業之後搬到安娜家一起住 從此能夠干預他不良生活 維持了一個清潔和整潔的最低底線 並且建議他們開一個花圃 安娜追逐他的外殼 也不會堆到周圍都是無腿貓成為吉祥文 而且他們的生意在 稀皮士和老奶奶之間變得很受歡迎 馬特和安娜都是玩不同遊戲機的遊戲長大 於是他們開始補起以前錯過的遊戲 他們都是非常喜歡動作是冒險的 尤其是可以多人合作 不過格鬥類總會以課真價實比劃 以及被雜慢的控制器作為結尾 直到最後他們的窮度比不起網絡 分甚至任何工量 不過現在有足夠提示 他們開始重溫很多以前玩過的遊戲 他們找錯過的彩蛋 他們都想試試一種叫線上遊戲的東西 但各種各人的技術問題 令他們無法從這個遊戲機用電線連起來 蘭斯和安娜一起打過不少的獵 他們帶有暫心的心態 捕獵各種煩人的怪獸 比如史萊姆企我 經常騷擾小村莊的東西 動勢 偶爾他們甚至為了獎金而捕獵 稀有而且挑戰性的怪物 比如說精金龜、巴、武特之類 安娜對大姐的尊重 以及蘭斯對現代化武器的精通 注定令他們互相學到很多東西 最重要的是 毀滅和保護是互相保護的重要循環 蘭斯開始理解地戰式軍閘不是一個長久的愛好 而安娜亦亦變得越來越操縱 史萊姆幻想的隊伍請入了世界 而且獲得很多世人的尊重 尊重 甚至是他們贏在很多粉絲 仍然有人指責他們一直上的善意網 事無忌憚的行為 在人眼中他們是亂世英雄 但在太平盛世只有麻煩 這個結果不錯 不過應該還沒結束 還沒看到大家的故事 檢結尾 看見還有其他的東西 看來我樹立了很多敵人,肯定是因為你們是亂偷東西 我們至少要渡過業,要想大家原諒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大家願意很久繼續參與,很多秘密未發現 剛剛收到製作者的意念消息 他說要找到完美的業局,要找很多成就 並且大家都有想像機會,我們要加顧彼此的友誼基本 最後,現在我跟你們說,如果你真心喜歡 並且覺得物超所值的青黑類載級製作者上個小池 支持一下更新和將能的作品 在PATR EON上支持投入任何金馬獲得相應的回報 還可以通過上面的連結,查案最新的進度,不要再熱背 之前都算開心,超感激遊玩者款遊戲 如果不是主要的粉絲支持我們都不可能做到第五代 現在叫二周目 可以將遊戲重打,但能保留目前所有裝備和屬性 還有,需要史詩難度下擊敗的成就 不能在二周目裡拿到? 又退掉重生擋的天之,但我們不能再打敗最終的全黨 又剩下幾滴,這個BOSS傷害這麼不公平 OK 睹多他的眼睛說不定,死了 23次打贏這個最終BOSS 花了這麼多時間收集物品,而結果只有這樣 OK 結果都沒有看 收集得差不多了 OK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二周目 我們重新由第一個開始,但是... 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想要看結局的話,你就要在最終難度打贏那個成就 那個成就難得到嘔 其實我還未玩完 這個不可以清潔那個 這個不可以清潔那個 這個 好久啊 那真的要我打最終難度 唉 那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打最終難度 這個事實太難打了,我不知道怎麼打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